以往中国航天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填坑 这个坑由清朝开始就在不断变大 大到让一部分人感到绝望 他们宁愿跪地躺死也不愿意去努力 如果你服他们他们还会骂你 但是总有那么一拨人愿意奉献出生命和精力 帮我们填坑 当坑填的差不多了就看到了希望 那些以往宁愿跪地躺输的人都开始呐喊 中国是时候超过美国了 那么中国航天真的有希望超过美国吗 今天这个视频保证硬核 期待您的观看 9月17日 神舟12号飞船顺利返航 很多人刷到这个信息后 几乎没有太大的心理波动 甚至都忘记了中国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以往的国际大型航天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主导 现在中国正在打破这种局面 不仅将美国排除在外 甚至还独自领导了这个项目 成为空间站的领头羊 希望很多国家对中国航天的态度 也发生了很大气候 要进入中国空间站 必须先学习中文 甚至追捧中国的航天模式 适合人类 如果换到国内 你会发现 类似的事情更多 有人认为 中国的目标不是美国 而是星辰大海 一些激进的国人甚至会说 空间站的技术 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 逼得航天科学家们都出来辟谣 中国距离美国还有一段时间 劝大家正式差距 不要过风捧杀 但这并没有打击到国人的自信心 直到现在 大部分人依旧坚持认为 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 步步为营 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中国航天何时超过美国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话题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移到十年之前 就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说法 那时候 中国航天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 有人会说 中国空间站落后美国四十年以上 就算再发展四十年 也赶不上美国 也有人用西部人民在吃草 来讽刺中国航天毫无意义 那时候的科学家要是敢说 目标是追上美国 绝对是脱脱的昭黑 然而 仅仅十年 中国人就改变了态度 开始支持中国搞航天 甚至觉得 中国的科学家们都太谦虚了 到底是什么让国人如此的自信 开始相信中国航天能成为世界第一 其实要读懂国人心态的变化 并不复杂 只要搞懂中国为何搞航天技术 搞懂中美航天技术差距 以及 中国是如何缩小差距的 我们就会一目了然 要搞懂中国为何发展航天技术 一定要从中国发展核弹说起 因为两者是息息相关 甚至相辅相成的 中国航天起步要追溯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核讹诈事件 这件事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 甚至一些中年人也已经没有印象了 只有真真切切经历过和研究过的人 才会记忆犹新 甚至是后怕 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军事实力最强 也都拥有核武器 所以经常用这个对其他国家威胁 声称要用原子弹摧毁敌人 也就是所谓的核讹诈 其中就包括日本 英国 以及中国都曾遭遇过类似的核威胁 谈核色变 这个词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很少体会到了 如果现在有人胆敢公然用核武器 威胁其他国家 必然会被世界其他国家指责 甚至嘲笑 指责是因为现在有国际公约 不可以擅自使用核武器 嘲笑是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核武器 谁也不敢轻易挑起核战争 比方说 现在有谁敢对我们发起核讹诈 我们可能笑而不语 甚至反而赛一把 怕不是没偿过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的服务吧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要是我们没有这种反制能力 我们还能笑得出来吗 在上个世纪 50年代末的那10年里 很多国家是真的笑不出来 包括我们 在历史上 我们前前后后 总计遭遇美苏不下14类似的威胁 结果都是无能为力 只能坚决地回应 我们不怕核威胁 但是 不管我们嘴上和心里是如何的坚定 没有核反击的力量 就会受到别人的侵蚀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 极度渴望拥有核打击技术 核打击必须具备两种因素 一种是核弹 还有一种是运载核弹的核载具 要想发展这两个技术 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有核弹的技术 也要有导弹的技术 所以在中国的规划中 包含了核弹和导弹技术 可以说它们是一体的 都被归纳到两弹一星的计划中 两弹一星是指核弹 导弹 还有一个是人造卫星 核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范称 而导弹和人造卫星两者 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是用来运送炸弹 一个是用来运送卫星 导弹分为近程 中程 远程 和洲际导弹 其中 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原理相似 都是多极导弹式 射程甚至能达到上万公里 洲际导弹只要稍微改造一下 就可以改成运载火箭 用来发射卫星 运载火箭又是航天技术的基础 不管发射卫星还是空间站 都理不开它 只要有了导弹技术 发展航天技术也会事半功倍 航天技术越发达 核打击能力也会越来越成熟 两者相辅相成 所以东方红才会和两弹 并列为当时急需攻克的技术 了解了航天与核弹的关系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坚定地搞两弹一星 说白了就是 受欺负多了 不得不反抗 但要是国家实力是落后的 连反抗都显得格外吃力 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是反对航天技术的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 差距大到让人绝望 自1958年起 中国下定决心搞航天技术和云子弹时 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航天和核弹这两样技术 是军工领域的塔金技术 涉及到机械 材料 空气动力 电子技术等十几个学科 需要成百上千个配套工业部门 中国想要成功 谈何容易 就连当时的老大哥苏联都不看好 苏联领导人赫鲁小福直接公开说 离开了苏联的帮助 中国造不出原子弹 更不用说美国了 所以我们国内有很多人不认同 频繁出现反对的声音 中美差距具体有多大 可以用一个故事和三个数据来衡量 先说下故事 在中国下定决心搞核武器时 中国还比较穷 造核弹和卫星需要全国总动员 大量的工业资源开始向两者倾斜 为了激励全国人民 有位领导人鼓励大家 他们像我们穷 像我们造不起原子弹 我们就算弹掉裤子 也要造出来给他们看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在我们现在看来 也挺振奋人心的 没想到这种激励方式 却惹闹了以金庸为代表的一些文人 他们公然地在报上刊登一篇叫 要裤子不要盒子的文章 公开反对造核弹 并称 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 绝技不会强盛的 就算中国耗尽财力 勉强造出核弹 也比不过别人 还不如多造一些裤子 搞好名声 而不是核弹 并且举了英国的例子 南年英法联军攻打苏伊士运河时 英国也拥有核弹 但面对强大的苏联时 也只能认怂 乖乖退兵 金庸这种观点是躺输精神 和打不过就不要反抗没啥区别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 典型的公知言论 实际上 这件事真的怪他们吗 先穿裤子还是先搞核子的争论 反到现在 这是先满足生活质量 还是优先发展科技的问题 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国 中国每一次制定航天项目 都会遭遇到类似的反对生意 比如在早期 每当我们发展航天技术时 就会来一句 西部人民还在吃草 你们却在发射卫星 当西部人民摆脱贫困时 又有质疑 有钱搞航天 不如把我家门口的路修一修 当中国路都修到农村了 还是有人质疑 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 搞空间站有什么用 甚至还有更直白的 中国赛人技术都落后40年 有必要再发展登月技术吗 这类人和金庸的工之体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从反对造核弹 变成了反对搞卫星 搞空间站等航天技术 归根到底 他们并非不爱国 而是不自信 不相信中国有一天 能超过美国和苏联 不自信的根源 也是源于我们要讲的 第二个部分 中美航天差距 中国刚刚起步时 技术落后实在太大 大大让我们感到绝望的地步 这里的差异有很多因素 有时间差距 有资金上的差距 也有工业和技术上的差距 从时间线来看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在1945年就引爆了 而中国在50年代末 才定下要发展核技术 1964年才成功引爆 中国在核弹技术上 整整落后20年左右 而在人造卫星 空间站 以及载人登月上 中国分别落后13年 25年 40年 这还没算上资金投入 以及工业技术上的差距 比如在资金和技术上 美国在二战后 就已经是世界上工业 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他们不仅工业底子后 在资金投入上 更是无人能敌 仅仅阿波罗计划 就投入了200多亿美元 此后更是在航天技术上 每年投入2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而中国刚刚开始发展 航天技术时 整个国家的GDP 才600亿美元左右 时间加资金投入加技术 三重差距 就像一口不断扩大的深坑 它从清朝开始 就挡在了我们的面前 而且还有国内外的人 不断地把它挖大 挖深 时间越久 挖得越大 直到大的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步 这个坑需要无数人的血肉 和毅力去填补 一些不坚定 没经过苦难的人 望着这个障碍 早就失去了信心 索性直接堂叔等死 要么就跪地 祈求他们 所以有这种态度 就完全不奇怪了 但是总有那么些人 不怕奉献 不怕牺牲 憋着一口气 也要努力把这个坑填得小一点 再小一点 目的就是为了后人 不再被深坑绊倒 因为一旦绊倒 迎接我们的不会是绳子 而是落井下石 这一点我们的先辈和科学家 最有体会 他们往往奋斗了一辈子 只为将这个深坑填得浅一点 艰难地为后人 铺出一条路 巨大的差距 带来无限的恐惧 但是当这些差距 被先辈们一点点磨平时 中国就不再恐惧 中国航天漂亮的逆袭 也就此开始了 在早期时 中国航天的目标是 外国有的 中国也要有 于是中国核弹和卫星搞起来了 后来目标就变成 我们不但要有 还要金 所以探月工程也来了 在中国人登上太空后 我们的目标又再次转变 我们不但要金 还要尝试其他人 做不到的事情 于是月球表面探索 中国独立空间站也来了 从无到有 是中国解决 敢不敢的问题 从有到今 是中国解决 能不能的问题 从今到尝试 是中国解决 领导力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 有没有勇气 去填补这个坑 甚至舔完了 有没有反超的决心 事实证明 中国不但有填坑的勇气 也有反超的决心 中国先后制定了 载人航天工程 探月工程 炭火计划等航天项目 而这些成果 在这些年里 集中爆发 2020年和2021年 中国航天技术的成果 多到令人发指 长武臂 长八火箭首飞成功 北斗导航系统成功组网 长尔五号带回月壤 天问一号三步一起走 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方式 成功探火 中国空间站 更是以一己之力 挑战全世界 天河 神州 天州 捷报不断传来 在我们还在质疑 我们要不要发展 航天技术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那些科学家们 已经把这个坑填得差不多了 只需要清新一跃 就可以跨过 挡在我们面前 已经数百年之久的 巨大障碍 不仅科学家更加坚定了 中国不比其他国家差 就连普通人 乃至那些原本躺书的人 自信心也起来了 填完坑 超越前面的人还远吗 难道中国还没有 超越的机会吗 巨大的差距 放大了无限的恐惧 但是巨大差距被磨平时 也会带来无限的膨胀 这个时候 大部分人的心态 就发生了变化 人们对国家充满期待 甚至漏观到无限自信 除了中国成绩 带来的自豪感外 还有我讲的第三个部分 中国是如何缩小 与美国差距的 讲到这里 我不得不说一个故事 2021年6月 美国NASA的一个说明 把中国网友给逗笑了 NASA局长尼尔森 向科学空间战技术委员会 请求增加2022年的预算 如果NASA得不到增加预算的支持 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取代美国 成为超级太空强国的地位 如果想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就需要多打钱 为了多拿一点预算 尼尔森甚至说 我愿意支持沃尔夫条款永久化 中国能不能取代 美国太空强国的位置 中国不敢确定 但是听到沃尔夫条款永久化的消息 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不屑地笑了 甚至还会悄悄地在评论区打上 外强中干 这是因为沃尔夫条款从2011年开始 已经生效10年了 和沃尔夫条款类似的协议 更是存在了70年 中国缩小与美国航天技术的差距 就是靠突破一个个障碍来实现的 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 阻止中国航天的是 巴黎同筹协议 中国研究原子弹时 核心原材料都是靠自己用脚 丈量出来的 原子弹的原理并不难 难的是材料与工程技术 这些都在巴桶范围之内 面对封锁 中国给出的答案是 就算用脚走遍中华大地 也要为中国突破冲围 为了找到核心材料用 中国地质专家李斯光 利用自己从英国带回来的干嘛仪 指导中国两支专业的地质砍弹队 数千名队员在中华大地上 花了四年才完成任务 到了20世纪末 巴桶虽然解散了 但迎接中国的是瓦斯纳协议 中国航天依旧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有的只是技术和设备的双重封锁 北斗在最关键的时刻 原子中被禁运 中国物理学家梅刚华埋头研究十年 为中国研制出 如原子中以及星载如中 在北斗轨道失效前 成功拿下轨道资源 在21世纪时 中国探月工程又遭遇美国的数据封锁 当时长河2号完成探测任务 开始对小心体图塔蒂斯进行探测时 美国将原本向全球公开的轨道数据 全部关闭了 中国只能动员全国的天文台 自己寻找 自己计算出中国的轨道 最终实现飞跃探测 2010年代 在技术设备双重封锁下 中国空间站又遭遇到沃尔夫条款的限制 中国一开始是希望通过与国际空间站合作 学习空间站的运作 所以数次公开表示 希望与空间站合作 甚至通过其他国家间接合作 希望能进入国际空间站 结果都不如人意 限制中国的就是2011年生效的沃尔夫条款 他禁止美国NASA以及其他航天部门与中国合作 将限制的范围从技术和设备增加到合作领域 在这个条款的限制下 中国被断绝了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可能 甚至连一些美国主持的国际航天项目 中国航天团队都无法参与 正是因为这些障碍的出现 迫使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航天技术 自己建北斗导航 自己发射嫦娥号探月 自己建立天空空间站 中国航天发展的月号 美国NASA对中国航天的态度也一变再变 2003年 中国神舟5号成功发射 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 当时NASA老前辈是这样评价的 这是航天发射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助中国获得成功 2016年 中国神舟11号发射成功后 NASA老前辈的口气就变了 他们说 中国空间站技术距离美额还有40年的差距 中国想要赶上来 还需要努力 到了2020年 天问1号发射成功 NASA的一些成员表示 沃尔夫条款不合理 应该和中国交换火星数据 而在2021年 中国天恒核心舱发射成功后 美国NASA的一些成员开始着急了 开始申请进入中国空间站 当然 由于项目太低级 最终被中国果断拒绝 从不屑一顾到申请项目 这就是NASA对中国航天的态度 当差距逐渐被谋平时 我们看到美国航天技术 就不再是仰望 而是平视 熊猫想说 中国航天与美国的差距 依然是有的 甚至就像科学家说的那样 还落后十几二十年 但是中国航天不比美苏 它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发展航天技术 而我们只能靠自己 慢慢探索 孤独前行 还要承受被时刻封锁的痛楚 但是未来呢 抬头仰望星空 中国为何不能成为最烂的那颗星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